近年来印尼与台湾双方投资意愿日渐增长 随着生产工业化对劳动人口能力要求越来越多 因此许多年轻人投入职场学得一技之长 印尼福尔摩沙技术中心董事长高应昌 在驻印尼前代表张良任以及陆委会前主委夏立言的鼓励下 正式投入台湾与印尼的机械技术合作 在教育合作领域上更上一层楼 同时也符合新南向政策 我觉得这个技术中心在这边成立 真的是可以让印尼人感受到台湾 第一个这个回馈印尼社会 第二个这个能够把台湾的技术推广到印尼去 对整体双边的关系有说不完的好处 我用台湾的机器 台湾的设备台湾的师资这样去训练出来 他一定会指定说以后我要买台湾机器 那对印尼呢 印尼因为它使用这个比较高精密的机器的话 它一定要有技术人才 那现在没有我来训练它 那当然就会提升印尼的技术 福尔摩沙技术中心位于当格朗 经雅加达孔雀高速公路 在比通交流道出口即可到达 专属印尼高中职毕业生训练成优秀的技术人员 训练课程包括工具机操作 电脑自动控制以及模具工程等 设备都是向台湾采购 师资也全都来自台湾 在中文与印尼文双语教学 训练合格发给证书 并可获得相关的工作机会 职业训练在印尼是七星产业 台湾在此方面已累积丰富的经验 倘若福尔摩沙技术中心模式经营有成 未来可扩大至东协各国 有助台湾掌握东协庞大市场商机 欢迎新闻福尉前在当格浪报道